《華貿王國》 由黃庭英創辦的《華貿王國》 1999年時,市值約400億 而黃庭英的大兒子,前華務主席王德輝 在90年4月租榜價,之後,音信全務 華務業務全由王德輝的太太,龔如新打理 後來成為集團主席 一場老爺息苦之爭,有兒子失蹤第七個年頭開始 根據普通法,有人失蹤滿七年 而由無證據顯示他可能還生存 法庭可頒領假設他死亡 失蹤者的家人可隨時辦領新領遺產 黃庭英就在黃德輝失蹤後七年 高調地部署處理兒子的遺產 向龔如新發出法庭傳票,指控他拒絕 承認黃德輝已死,也不承認黃庭英是遺產的受益人 同媳婦對博公堂,無非不滿龔如新 將華貿據為己有,黃庭英說 他當了公司是自己的,是公家的,而不是皇家的 他現在已經不是皇家的了,我要將公司爭回來 講官司之前,就要重溫這個老爺的背景 黃家組織浙江省溫州市,幾代經商 黃庭英年輕的時候繼承副業做染料生意 人人稱他為大班 四十年代初,他舉家到上海發展,創立華貿 黃德輝的童年也在上海度過 就是這個時候,黃德輝認識了比他小三歲的龔如新 龔爸爸當時是英知七廠ICI公司的職員 而黃庭英就是ICI漆友代理商 兩個人因為工作認識 黃妻和公妻經常相約打麻雀 只有幾歲大的黃德輝和龔如新也成為換伴 可謂千梅竹馬 四六年,黃庭英南下香港發展 第二年安排當時十六、七歲的黃德輝來香港讀書 大陸解放之前,再將太太和其餘四個子女接到來香港 並重建華貿 黃德輝在赤柱食市提款書院讀中學 原本計劃畢業後懸赴美國 但是適逢韓戰 經營入口美國染料的華貿受禁運政策影響 生意一落千丈 黃德輝留學不成 只好幫爸爸做生意 初期負責公司內部紅證 談生意和銀行帳目來往 就由黃庭英全團掌握 韓戰結束之後 華貿業務再上軌道 每年的營業額大約幾百萬 華貿逐漸多了跟外國人做生意 黃庭英不懂英文 讀了幾年英文中學的黃德輝 經常陪伴爸爸、談生意做翻譯 在華貿的參與越來越多 終於得到爸爸的重用 黃德輝在華貿開始站穩 就在這時候重遇龔如森 小甜甜龔如森 18歲就嫁給黃德輝 但是這段傷因 老爺黃庭英 一開始是不贊成的 龔如森和黃德輝自小就相識 龔如森小時候覺得黃德輝又厲害又勤力 還會送花哄她開心 又會陪她走沙灘 1946年 黃德輝跟隨爸爸黃庭英去香港讀書 兩年後的暑假 她就回上海找龔如森 兩個人開始拍拖 黃德輝暑假完了就回香港 天天寫情信給龔如森 龔如森在爸爸過世後 18歲摘身來香港 寄居在皇家 媽媽和妹妹就留在上海 當時龔如森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 不如嫁人就算了 同年秋天 黃德輝和龔如森宣布結婚 初時黃庭英雖然覺得好驚訝 但兒子帶兒子世界 也有得兒子決定 不過黃老太對龔如森就很有意見 受老婆的影響 黃庭英之後都不贊成這門婚事 到了結婚當日 黃家都擺了幾圍 龔如森就這樣嫁給黃德輝 婚後龔如森沒改口 叫黃庭英兩夫婦做老爺奶奶 照舊叫黃家伯伯、黃家媽媽 彼此之間的關係好疏離 可惜經常有爭吊 不久黃德輝就帶著老婆離開黃家 在北角另次身居 龔如森說起老公 都會說黃德輝好遷就他 龔如森喜歡藝術 黃德輝就會被他去麥當勞道的YFCA 學畫畫和跳舞 黃德輝不喜歡狗 但是龔如森說要帶狗上班 那他又肯 龔如森去瑪利諾中學讀完中午 入了間會計師樓做秘書 但是因為英文不好 打信整日串初字 被個會計師作手罵 龔如森和老公慎 黃德輝就叫他 如果下次再罵你 你就用個 file 訂他 跟他說不囉 龔如森真的這樣做 訂 file 劈砲 婚後他去紐約讀室內設計 讀完回到家 將家事搬來搬去 朋友笑他的設計古怪 但是黃德輝不但沒罵他 還為了他地板都肯製 龔如森和老公當年 整天去西環看西片 龔如森最喜歡看貓王皮賴是里 而黃德輝就說 兩明星沒個漂亮 最漂亮都是老婆 不過老爺黃庭音又有另一個說法 他說兒子黃德輝作風很專制 在公司對老婆的態度好嚴 整天呼呼喝喝 龔如森默默承受 好笑出聲 龔如森雖然認同老公有吵架 但是喊完就沒事 他愛動、黃德輝愛靜 一向都好走的老婆 龔如森不懂煮飯 和黃老太太就不太合 他知龔如森很喜歡小朋友 但是和丈夫黃德輝結婚多年 一直無所出 究竟為什麼 龔如森曾經在訪問中毫無禁忌地自揭 他推測是因為當年避孕搞壞了的子宮 龔如森懷疑他避孕被得多 醫生教他做他又亂來 結果子宮發炎 而他小時候身體又不好 醫生說有輝酪菌入了子宮 打過很多針 年輕時不想生 後來生不出 人到中年四出求醫 可惜一直無辦法幫發達的皇家添丁 丈夫黃德輝不太介意 最不高興的就是奶奶 奶奶常說他們搞搞震 搞壞了,無得生 丈夫黃德輝都有驗身 身體無事 他說生不出就生 生不出都無問題 當時龔如森三四十歲 去美國看醫生 全世界都看 當時使館嬰兒不太流行 他都有與港大的教授談過 但他又不聽話 教授說要日日能體溫 他又不跟足 雖然無所出 但老公仍然很痛愛他 有人問他老公 會不會因此而包二奶 龔如森就說他不是這樣的人 龔如森沒有親生兒子 不過有個乾兒子張硬坤 他是前律師會會長張冠天的兒子 他四歲的時候 龔如森就認識他 龔如森和他老公都很喜歡他 自小就帶他去地盤玩 96年就拍到他與乾媽同遊紐約 他們亦不時在香港出席公開活動 而夏佳麗的繼女徐文介 也是龔如森的乾女 夏佳麗做律師 黃德輝夫婦是他的客 律文介十一歲洗禮的時候 龔如森就做了他的教母 一個乾兒子一個乾女 不知能否彌補到龔如森的不孕傷痛呢? 富豪家族時不時為淺錄親不認 互告對方這些案件都見不少 龔如森也一度被起訴行使假遺囑 97年 黃庭音入品高院 要求確認兒子黃德輝於六八年所立的遺囑 指龔如森無權承繼黃德輝的遺產 黃庭音作弓的時候爆大禍 指龔如森當年背夫偷情 他聘請私家偵探 將龔如森和情郎會面的情景影低 黃德輝看過親密照片之後大怒 即時改為竹 將原本分給龔如森的一半身家 改為全歸爸爸所有 兩年後高院宣布黃德輝死亡 2002年高院裁定黃庭音勝訴 成為唯一遺產承繼人 而小田田所出事的四頁遺囑 聲稱是90年丈夫黃德輝失蹤前一個月所立 亦被控涉嫌偽造 這四頁以牛油紙和墨水筆書寫的遺囑 其中三頁明確寫上將為產交給龔如森 餘下的一章則浪漫地寫著 One life, one love 法官張信是龔如森親自讚寫 被警方落案起訴偽造文件和行使假遺囑 2005年9月事件有戲劇性的轉變 中審法院一致推翻原審和上訴庭的裁決 和小田田上訴得席 成功接管丈夫300億的身家 警方也撤銷龔如森所有的刑事控罪 這場官司盛傳黃庭音背後 有一班有勢力人士夾錢已助打官司 到龔如森爭請成功 即向法庭頒令要老爺公出幕後黑手名單 黃庭音說寧願坐牢都不會爆大禍 06年年尾,龔如森考慮維持家庭和諧 放棄向老爺追討六億堂費 龔如森在07年,因癌病在養和醫院離世 中年71歲 出殯當日,扶寧隊伍中有他口中所說 舊聊得來的朋友小超人李澤巨 以及相識40年的上海幫世家好友 卓能集團主席趙世珍 還有其他知心好友離到致祭 龔如森在世時,甚少與其他闊太高騰富論珠寶和靚三 他寧願與年輕子女相處 據知情者透露,當年他與老爺打官司承受很大壓力 結果幻想抑鬱症,後來更幻想卵巢癌 自開審以來,小田田除了出庭應訊和出席國慶手會外 幾乎絕跡公開場合 仍不再次以往地與記者談笑風生 每次出現,他總是露出招牌式的燦爛笑容 然後匆匆離去 他的打扮也漸吹低調 除了將一對招牌孖邊剪了,變成一頭短髮 服飾也多以正式為主 從前的青春灑脫已成過去 令消瘦的他顯得更加潮水 他生平最愛食物記和KFC 以前經常在地盤吃魚柳包當做午餐 燕窩如刺就好少吃了 衣著前衛但不是健健名牌 他衣櫃最多的就是中藝百貨的套裝和長衫 間中是Versace、DKNY和Dior 亦都是外國OLED的平價貨 小田田不電發因為對藥水敏感 他的招牌笑容就此成為我們的記憶 很快請坐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